世界萬行台 都在我們臺灣性安慨 我們今天來解讀這集集體的心理的謠言 來修憲小改現場的來賓 第一位 阿台綜合研究與議長同消息 大家好 第二位 比亞靜前消長與總基 主席人 大家觀眾 歡迎 第三位 開南大學國家以及區域發展研究中心 主席 大家歡迎 大家好 第四位 臺灣地庫主席委員 吳雪地 大家好 那麼首先我們到底來關心 當中的總書記石強平連續出席三張國內瓦的飛機 中國的央西新聞聯報網 擁有十八分鐘來補出這三張活動 石強平還挑戰很多有的警察 只要為到最近來團片海來我的這個謠言來破讀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代表團成員中間 全場響起長時間熱烈掌聲 我臉笑容跟俄文中國代表團團玩一個一個握手 經過立協議十經平的委員 中國雄西新聞八月二十報道 石強平的三張活動賣十八分鐘 我跟認為是想要丁清 石強平消息二十多天的謠言 今年七月退後 石強平有很長的時間沒有出現在公開中央 但是中間政治局上位剩下八月採衫在北大河 竟然有五十七位效果專家 代表中國官員也開始嚮嚇 但是同這個時候 石強平的身體狀況也有各種的風聲團出來 一直到八月十九 石強平跟外共總署紀蘇林記民 同時刷新兩點之後再補出緊骨力的委員 竟然讓外界的質疑 石強平的健康出問題 甚至中間內部倒進的可能性也更容易關注 石強平的經濟沒有說清楚 對外關係跟歐洲跟美國也都沒有說清楚 是有很多人對石強平的政策 是有很多不滿意的所在 還有這些對石強平的不滿意 是不是會離北大河會議員來臨出現 我可能石強平說 照母親看起來 應該還不夠應用到 石強平的權益的基礎 學者認為對現在石強平的政權來說 幾十年以後的判例非常濟重獨裁 任期進入第三任的石強平 之前尋到很多內外的問題 青年事業陸新冠 方三問題看沒有改革的可能 政治上將和賓款的國防部長也出一堆事情 甚至政治局上位跟玩樂 對石強平的一種通締有很多意見 雖然這幾天石強平開始公開對外形成 但是無論是這次問題還是這班問題 都受到多個好奇 石強平是不是可以順利到過第三任 決定中國未來政理發展是不是真的穩定 記者綜合報導 雖然我們這一點前 我們必須先跟觀眾朋友說 我們不是要來聽證 這個專誘的名詞 就是說要來譬如說 他到底是生是死 還是說這個挖起來 這個謠言如處這般 不是在說這個 我們是要來看說 是怎麼每年就出現這種 集體的菜肺運動 還來挖 不管你是這個網路上頭 這個做YouTuber的人 就搖到這樣 冬筍在一起搖到很多 是怎麼有一種集體的形態出現 我覺得這是背後 我們很好奇 而且也很趣味的事情 這頭一個 第二的就是說 這裡面的這個關鍵字 就是北底河 北底河 這個所在到底是什麼所在 是怎麼他每年 蘇格都要去那裡 像這個外國人 我們小時候看到最早 差不多一串五串年 五串年左右 某一串跟酒園來 後面可能是這個老蕭吉 沒有 見拜就要穿這個比基尼的衣 要在那裡遊養 這個所在又是什麼 對著中國的這個共產黨 他們的款力機構 現在有什麼影響 首先我要請教 就是這個議長 這個北底河 到底實際上 已經有這個祝農阿嬤 還是說過期 經過以來有 現在是因為個人的關係 實驗媒的關係 帶來收收起來 沒有 沒有 我想說現在北戴河的重要性 更高 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就是看 你民族人 他的各種的情況來決定 譬如說他的身體 譬如說他的接班人 譬如說他全國裡面 各方的問題 經濟外交的 裡面民眾的 本末 隆重 拿起來 北戴河來討論 北戴河 他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說 他是一種 非正式的正式會議 他是可以邀請那個 退休的 老幹部 老幹部來參加 但是現在老幹部 現在老幹部 還不太用力 聽聽的啊 看看 不一定啊 老幹部 可能還有很大的影響 各位兄弟 但是有聽不聽的是在意 是在意 現在呢 一開始看到了 他的健康問題 傳給麵密 傳給緊固 幾幾年前已經開始了 不是說現在 對啊 幾年前已經開始了 他經常在狀癮 也都出現 現在也是 現在很多天 有的人說他去做醫美 醫美我也看到 可能也要 可能不會 那是說 我想到馬英九已經說了一句話 他說台北市長不是人做的 而是說這種工作不是人做的 你把習近平的工作披露看看 所以老師第一 你認為北地河還有實際的作用 絕對 絕對有的 那就是說他的這個工作的這個壓力 工作的壓力 我想說大概全世界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把他比 美國總共可能 對不對 因為這種的職務 這種的工作 沒有啦 他要檢查這麼多 祖長當然也要很大 就是這樣 親自主主席 親自出席 對啊 對啊 我要請教到李總君 因為這個中間又出現一個 軍委會副主席 他再來寫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想也知道 我們寫得很安全 但是這個第六辦 奇怪 你要寫應該是放在頭辦 放在第六辦 第六辦 那意思是什麼 那有人說他這是這個出席 有銀三百 無銀五百年 越沒有他越要寫 所以呢 警察 他們去到聖經兵 感覺說你這索的你是 你是要跟他抹煩嗎 他這個差不多 他就散來都沒有錢 有人這樣想啦 到底這個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這真有趣 是 其實 市政兵他起來之後 他做一個決定 就是跟北戴河的重要性抗爭 其實從那個佛建濤開始 就把北戴河叫他的夏季辦公室 那個胡錦濤就認為說 沒有那個轉移到夏都去繼續做事情 所以胡錦濤把他推這條 習近平起來之後 他就認為說北戴河就是度假用的 這原因也是因為說以前北戴河的重要性震盪 就是因為中間他是用集體領導 有七大常委 不同的政治派系都會打 所以如果他的前衛沒辦法處理 可能就是要去北戴河跟他的元老 門關起來 關起來來閉門會議來討論 問題現在是習近平已經是極大權一身 所以老師你因為北戴河現在有這個作用嗎 他現在的作用其實說元老的角色已經完全沒有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來看說 習近平其實這是一個 他的政治的一種謀略 他經常用這種消失來做什麼 來做一些政治的判斷 你看他二零一二年 他一開始他就是跟那個周永康 那個薄熙來就是陣針嘛 他當時他也是消失 消失結果的資料出來就是說 他確實是起了謀殺 受傷 所以他沒有出來 各位你看看 你怎麼會記得二零一七年 一樣 他也是突然間消失 突然間說他的那個 起了人下毒 送他的三年 他專門看中間的那個 修長的 修長的那個便宜 這又傳出來的就是那個總參 房峰輝啦 還有那個總政主任這個張揚 判政變 日空二十年 你再看 那時候也是整個二十 二十屆的大會 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習近平也消失去 那時候又傳出說 這個習夏啦 李克強要送 這是什麼 這跟這次一樣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過 傳說郭春華 沒錯 郭春華現在代理來 團派出來 其實這是什麼 這就是他的習慣性的一種 那個觀察 政治方向的一個習慣 因為 老師你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我就孤雲起來 我看你們要放在那邊 沒有不對 要放的人你就溫馨 沒有不對 他現在是怎麼樣 他現在就是利用 現在什麼消息都出來 就說他是誰 他來觀察說 三人是中的 三人是沒有中的 他就有打亂的心 這就是說 他要 如果是有這種打算的 我們繼續來看他的內部 還會有一系列的整頓 就是清算 因為你現在出來 像你看那期間 也有 人民大學的退休的 教授出來說 中公要退位 要中華民眾 對 那就是你想跟毛祖東 那樣不一樣 大明大晃 大明大晃 然後他就是什麼 他就知道三人是敵人 三人是朋友 如果敵人 事後會有這種清算 沒有不對 因為他怎麼樣 剛才說過一開始 他現在面對內外的壓力太大 全世界給他鼓勵 他還有內部 對於不滿的 實際民進出來了 最近也是一些 說叫習近平下台的一些消息 那就是內部 反對實際民的那種 勢力 蠢蠢欲動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的控制 內部的控制 對滾風 對於他的 不得到旁邊的人 都脖脖脖脖 不得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 其實他都控制得很好 這就是為什麼 他對滾風的 你看他這段時間 剛才說張宥霞 為什麼都八月十五日 要出來說 對習近平表達忠心 另外他還對整個戰區 五個戰區裡面 調整三個 其他出來的 都是中部戰區的 都是他的人 所以他就是僅僅掌握槍桿子 那共產黨就是槍桿子出現款 他把他們都抓住 所以老師認為這穩搭搭 對啦 穩搭搭 所以其實他如何 他也是看全世界的笑話 你們大家在搖 他說他什麼 他閉的房間在搖 你們繼續搖 他現在也跟他看說 我們沒靠的其中 這對來的 我們不可以讓他笑 我們不可以讓他笑 我們要破壞 我們就要知道說 是怎麼中國這個社會 一直不斷出現這個 除了他自己自身以外 要請教達老師 老師你認為 第一次一樣 北地河現在有實質的作用嗎 現在聽起來有一個作用 就是我先穩穩起來 看你們那邊釀釀釀 我就是會把你撞起來 第一次我看你濕擠 我也高興 我也可以讓他稍微休息一下 老師你認為 我是覺得 比較志祺 在那邊 湯圓上他的公返 其實北地河呢 老實說 他有他的價格性 因為這個來說 是阿公的 他所有的民族 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他一般還有 現任的中心委 到已經體育的圓弄 所以可以參加 這都是他早上的老人 老人中的老人 都老人 所以這個有他的 他的價格性 跟他的那個 他的意涵 只是說 我們研究中國 即使有差別的所在 就是這樣 就是中國 他是專地的國家 他不透明 黑暗 所以不可以讓大家有 像台灣 不可能會發現這個事情 所以這樣看阿公 不能用台灣的觀點來看 你要想說 他們可以去旁邊 為第一陣 第二陣 第三陣 第三陣 第四陣 要做到四陣 這是這樣 沒那麼多人思考的地方 所以這個看起來 他這段時間 在北戴河這個過程中 雖然大家都穩頓起來 這是正常的部分 這是沒問題 這就是說 他也利用這個機會 來效勳第三個 看風向 看什麼人在反對他 這剛剛 中國也說做得力 看什麼 因為中國 文化大根就是什麼 引蛇出動 他透過那個擺 擺 擺家真名擺花齊 放這個運動 來看什麼人 比較重 那人沒有一個重 或是現在重心我 的習近平 所以來看 所以我來看 其實我們外面所看的 都是太多 因為我覺得習近平 像他這麼累 讓他出來了很多人 很多事情 所以他利用這段 來效勢沒有問題 第二點 原來報告說什麼 他接見八十九 接見外南 那個總書記 鎖臨的時候 他說鏡頭沒有用金 都是說 我們常看中國新聞也知道 他都是八點 新聞連播最重要 他只是用 他可能 暫時還沒出來 因為阿公在發佈新聞 是用通他的口徑 就是說 他說他最重要 要放在八點 那個新聞發揮裡面 對 黃金董 所以那個所謂 就是通他的一個 一個搜索 一個搜索 所以我覺得 對這個部門都太過 過度改讀 其實也沒有 第二點就是說 像他還說不對 現在習近平一個人 他是一個人 一個人的專地 所以我看沒有人 可以去調整他 他都很好 想說他要選上就選上 老師你這個 譬如說他一個獨裁者 我有聽到這種說法 就是因為有獨裁者 所以這必定有反對者 只是說這個反對者 不知道當時會沒出來 是 但是你想一下 中國現在最重要的 三個部門 軍隊抓到的 檢察抓到的 還有他的選團也抓到的 都喜歡他的人 所以你也怎麼說 人家說 他們說過多天 也沒辦法走進去 那個什麼 如來不來 如果人也沒路 所以我跟他說 如果是要這樣看 這個中科問題 老師 我有一種想法 就是說其實旁邊的人 想要模範的人 他也會想說 我如果把他翻起來 我自己可能也不會穩 我不如我微笑一下 我現在等到他過心 反正你七十幾個 我每天給你黏鏡 黏給你過心 我自己來 我可能比較穩 因為大家都是共犯結果 也有一種公犯 我說我不知道 這哪一種這麼多 但是我要請教 黃老師 他剛才 彈老師有說 他說 他這裡面 中書記很欠 但是我想說 中國有好幾段 你的官僚系統 你的東環 你的什麼都很多 說一句話 發脆的健康 你是要多累 我也不知道 總書記 他很減二十七個 收拾座長 那是每天 筆記簿 很不容易 這這這這 這樣 還是怎麼不容易 應該是做一個總書記 也是很累 這是真的 看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問題還這麼多 裡面問題 經濟不好 外面還有這麼多人 要來反對他的威權主義 所以當然習近平 這個威權是拍照 是真的 但是他還要做 我們來看說 剛才說到那個北戴河 北戴河會議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那時候 毛澤東是希望 透過暑假期間 還可以辦公 還可以處理 可以當內 黨內的事情 來判斷 做決策 所以那時候 北戴河會議的重要 是不是很大 影響是很大 當然我們是 這是用立書的角度去看 去解釋 因為現在還沒有很多 去解釋說 北戴河會議 為什麼是北戴河會議 北戴河會議 他的制度是 因為剛才湯老師說過 北戴河會議屬實 他是一個不正式的正式會議 這個不正式 因為沒有一個說 一個法律來規定 他有一個管理辦法 這個管理辦法是說 這個北戴河會議 有一個管理管理的委員會去處理 但是他這個會議是怎麼去運作的 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用歷史的角度去看 毛澤東的時候 北戴河會議確實是很重要 但是到1962的時候 因為文化大革命 所以中斷 一直到1980年代 鄧小平起來的時候 他有恢復北戴河會議 那時候是北戴河會議 有一個擴大舉辦 五大支柱都要進來 譬如說這個國務院 這個政協人民大會 黨中央都要起來 這些軍委都要起來 一直到胡錦濤的時候 2000 2000抗議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確定說 北戴河會議 不需要這五大支柱裡排 五大部門來排行 他是度假的功能 不是在辦公的功能 所以在胡錦濤的時候 當然胡錦濤有什麼 他一直在變化 他有什麼要做 因為他要透過北戴河會議 來去弱化江澤民 可能對黨中央的影響力 他有這個政敵的目標 習近平起來的時候 他也是有繼續在運作 這個北戴河會議 但是一直維持度假會議 好 但是我們要看 為什麼今年的北戴河會議 採集的動作 這麼大的動作 這是大的動作 為什麼 而且北戴河會議 我們說胡錦濤開始是度假 但是這次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有主題 主題是愛國混導 所以有主題 所以他是度假會議 他不是純粹度假 聽起來好像民間公司 期中的時候要唱電話 或是年度的這個什麼 切慮會議 outing這種 所以你如果說要去 比較過去的歷史 北戴河會議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可以去比較說 毛澤東有什麼 那時候要開北戴河會議 因為他面對黨內鬥爭 退居第二線 他退居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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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內 體制的事情 他可能沒辦法去握權 但是非體制的 也可以掌握權力 所以我們可以去想 現在體制內 習近平是掌握權力 完全的管理都是他的手 但是為什麼蔡奇要去凸顯 這個會議的重要性 是不是意味著有所謂的 退居第二線的可能性 那這我們從過去來看 要凸顯北戴河會議 那是不是習近平要退居二線 老師 你這條是新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去做 這樣的一個沙盤推延 沙盤推延 當然當然這次我們 應該也不是這次 去年還是說過期 習近平第二任期的時候 第一任期的時候 每一次 遇到北戴河會議的時候 都會傳言 很多傳言 到他被暗殺了還是怎麼樣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所凸顯是說體制內 習近平完全掌權 但是體制外的北戴河會議 變成是一個可以去搬弄權力 鬥爭的一個傳聞出來 背後為什麼要這樣操作 我覺得當然 剛剛老師有說過 引蛇出動 引蛇出動是一個可以去推 推估習近平的角度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是不是軍方軍系有目的的 希望透過這些風聲 來去削弱習近平的影響力 或是軍方被壓抑過久之後 你看 古年國防部長下來 今年又針對前兩任的國防部長 再進行懲治 還有針對火箭軍 是個兵種 但是老師 想說好像剩一隻刀而已 腳踵都被伯伯騎 剩一隻刀 就說說說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還有一個趣味就是說 你做油做月的人 也要有人團圍 是 就是說這個社會 可以這樣團 團 團出來 還來我 你團 可以這樣會聲會影 還是這個 人家說寒沙色影 絕對不是說 青菜我們台灣的媒體 就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他們內部一定有試圖 想要是創造一個氛圍 這為什麼 這也解釋說你看 今年十月應該是要舉辦三中全會 但是能夠今年七月才辦三中全會 這很接近北戴爾會議喔 然後再來是七月舉辦三中全會的前夕 處置了國防部前兩任部長 再來是三中 三中會議 過去應該是去處理的是經濟路線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這次三中全會說這些是政地帶 還處理的這個所謂習近平的愛將 前外交部長的處置方式 所以這個訊息會覺得說習近平雖然說他大權在握 但是權力是穩而不顧 所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幾十幾年 這二十幾天以來 為什麼這麼多傳聞 軍方也似乎有在裡面有一些角色的愛在應用 老師說問一不顧 我某種程度我可以拿回 但是我要請教的統議長 就是說他們這個社會 大家都很期待喔 大家團 寫到有錢有爪 有腳有手 說他這個牡蜜人以前是黑唇華旁邊的什麼人 說還要寫小糊 燒烏 已經怎樣 開條鏡 還要熄白條 怎樣怎樣這樣 那基本都寫到尖焦紋 這看起來很穩 這也不是說一時間就可以寫出來 這一定是平常市 就一定在練習 這代表著什麼一種集體的形態 當然要想說 可能會出一個單身跟五共 這齁 有外面的人看得不瘦瘦 但是我是覺得這種想法是太六關 對啊 我是想說 現在習近平的身體問題 比這個比較重要的 是接班人的問題 他現在國家副主席是什麼人 他是一個不習慣的人 王振 就是說他不是接班人 這有一個要教 要教在哪裡 就是要看軍委的副主席是什麼人 那你軍委副主席 彼此說是軍人 那絕對不是接班人 現在呢 現在兩個軍委副主席都是軍人 都是軍人 都是軍人 就是說 他現在還沒找到 他心目中的 所以老師你有同意說 王老師所說的 可能是割機 現在不知道 可能浮春華也現在冒出來 現在都看不到 現在都不知道 就是說 困定的 現在人可以困定的就是說 他現在要沒有 讓外界可以困定的 可能自己也不會放心 就是這樣 沒錯 那這樣看起來 就是說他現在是第三人了 第三人做了 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看 看這個軍委副主席是什麼人 他說這個軍委副主席 是一個文人 這樣 百名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現在兩人都... 但是他現在自己像白帥公主 其他都鞋子 對啊 就是這樣 可能就繞不起來 繞不起來 都不知道啊 現在看不出來 但是有人說 黑春華就是乖乖白 對 很穩固 都不敢說 去到哪裡都沒有帶自己的人 以前的那個 他說這個常委 政治局的常委 把他拿掉了 現在就像政治局委員 很榮春 對啊 明天是一個象徵 李將軍 你有覺得說 可能是這種觀察的 統議長所說的 如果他的軍委副主席是文人 這個可能就這麼辦人 過期有沒有這種歷史經驗 其實你看 習近平他現在是要做法庭 做到以示料 比較有可能高班 所以這個目的 他就是很明顯 他也很強調 目前他不可能會安排這個接班人 因為你有接班人 那就是辛勢來報 可能有多少錢 對他來說 會影響他的權力的統治 安全感 不過最近的確是有 一種傳言說 他二十一天消息的過程裡頭 沒有啦 其實中央是有成立應急小組 那小組長就是彭麗媛 剛才說的蔡奇 李將都是班底 但也有人說其實習近平有這個安排的那個彭麗媛 到那個軍中的地位 政府可以 不可以提升 不過聽說也是都傳屬的 說 團出來說那個張宥霞 帶領的那個軍委會 不同意 所以這個彭麗媛到那裡 也沒有到軍中 加不同意喔 剛才說現在的傳聞就是說 真的說習近平最近對軍中的處理 尤其是前後人的這個部長 還有另外還對一些火箭軍的鼓掌的 全部的重啟 還有這次的東軍國防部長 也沒有進入中央委員的一種政府 柯毅亞在洪 有任何可能去挑戰他這種軍風的心 所以這個中央有夾 他這麼豐大跟技術說這個 這個技術當然 軍中你很多的那種 我們說你要接什麼政府 要有什麼歷練 要有什麼條件 其實這是都很便宜 問題來看 我們看結果來看 彭麗媛最近直接是沒有到軍中有心的事務 這標示說 可能對習近平來說 他軍中一定是他沒有放心的 主要有可能條件 他執政的一種最大的威脅 這也是比較合理的解說為什麼 他最近對於五大戰區的司令官 你看看幾乎啦 除了西部戰區 劉青海 沒黨料 其他技術都做條件 這也是標示說 因為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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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他會把他的所有的那個 軍區的那個屬林都做一個大炉 洪水調來調去耶 就是不需要他的那個細節 盤根錯節有辦法條件 他的領土的一種 威脅 威脅安全 所以看他最近的動作 在...的確是要... 你有感覺有事情發生 對 他要讓這位蓬麗媛 因為自己的母 為他信任的就是自己的人 問題就是說 目前來看這個企圖 顯然是內部有反對 所以不成功 所以外面來看 我們現在是沒有辦法去瞭解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但議長說你認為有事情發生 應該是有這個事情 問題就是說結果出來 不像傳說的 那個彭麗媛現在有接班的態勢 要鞏固習近平在軍中的這種勢力 這種威脅要提早來處理 問題這是目前不成功 你看他到了 他最近也實現很多 那個...最中的啊 年輕的啊 對啊 政治部的副主任 也直接會升上京 還有那個中央軍委會 那個政法委 也直接這樣都會升... 那都坐在清機耶 對 這就是標示什麼 標示說習近平直接對軍方 頭到老實說 有講了嘛 對 他要講了 他沒有放心 這一定有原因的嘛 這標示說 他一定是有人要幫他拚 不然他不會做這些動作 去鞏固他在軍中的這種勢力 如果是這樣看起來 這事情一定有發生 只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這樣每年要 也不是辦法 老師你認為說 我們是要要要什麼 要要要他當時到嗎 如果是要假查 大家都不用假查 自這個月底自二空空半年 就開始在說中國會幫 幫到現在就不會幫 其實是這樣 我現在想一個酒館 就是說 婚嫁在董燉沒什麼事情 我感覺一個董燉 董燉在外面看得很好奇 結果我想習近平已經很穩 但是那個吳老師說什麼 穩而不顧嘛 他現在可能如果不顧 就是要去國旁嚴 我是用這個方向去努力 為什麼呢 因為一定要換人 其實現在換到都是他的人 人家說滿朝近視習家軍 所以換得比較中心的 這個不能換別人 他現在要穩更加穩固 就是要更中心他的人 有時候也有政治事務 明明你是我的愛總 我給你調在旁邊 我換別人看你的歡迎這樣 也是有的 是都有 都有可能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主題 有處理的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觀察共產黨 就要看他的這個歷史 或是看他的這個民國 我是覺得說 會這樣看的也是會 會造成的 因為我們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我們看都很民主 很透明很公開 不像這樣 都在台北 如果看不見 這是說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次的北戴河 他討論到 我想最重要有什麼事情 就是他的經濟問題 因為他要讓穩更加固 穩固就是要經濟要拚得好 因為現在經濟 自從他經濟之後 他經濟也拚不起來 還有第一點 他的三家買車 就是他的道主 他的出口 還有他的消費 都做不起來 所以他這個經濟是最重要 因為這個經濟一般 他朋友很好笑 但是老百姓這個部分 他也要讓 讓民主黨有什麼都吃飯 對耶 人家說 這個共產黨的賬款 叫做文霸賬款 就付借給人民吃的霸 對 所以現在有的人吃不霸 所以他就是要拚經濟 這是習近平現在的重點 第二點是沒有很高的關係 因為現在跟美國的關係 或是台灣的關係 現在也是沒煞煞 所以他也要用這個機會 來處理好 第三就是人數的補救 是怎樣 雖然是他現在說一下 但是人太多 你看他一個整個共產黨的官員 超過六百萬人 他不要說他現在出來 收贓我也有差不多幾千幾萬的人 所以他用這個時候來拚點 什麼人比較中 什麼人比較... 現在是怎麼說 共產黨大家都很厲害 不可以做到我們說的頭人 就是要為最厲害的 這個要檢視中的 所以我只要看觀察就是說 現在蔡副基這個人 我剛剛是想到習近平的重視 為什麼 因為他也沒有按照他的保守 他本來是要做 政治局的上位 一部大集的 要做委員 他沒有做委員 他直接就拚起來做... 付出錢 對 他就是來做...做上位 那個蔡基 所以第二點 他這次沒有那個三中全會孫 蔡...蔡其毛在裡面 一般來說是李強 副...副州長 習近平之後 他就叫一個那個... 就沒有...裡面沒有... 沒有李強 因為... 因為這個三中全是拚經濟的 你一個... 照理說應該是國部中立啊 對 應該是要... 他... 他中立但是不好做 所以就說這個... 他就要採集 因為採集是... 有這個很重要的部 就是他的... 他的中... 中... 中央辦公室的主任 這個主任很重要 他就是... 他關鍵位置 上次的關鍵位置 表示說他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說 近平主席就是說 他現在... 可以做... 要接... 領導人最重要 就是要有... 槍敢出政權 你要觀察說像以前... 胡錦濤要接班的時候 他做過... 軍委副主席 習近平也要做過... 軍委副主席 副主席 現在這兩組一個是... 領導一個是... 張幼席 他們問人... 第二點... 也沒有... 也都七十幾歲了 也並沒有練 所以我說... 習近平條件... 不要讓... 第二點... 他不要讓... 他不要讓... 有一個... 有一個接班人... 讓大家... 變成八八糕到十四八糕 在唱... 對... 所以就是... 這樣不可以... 重心講悅啊 因為大家要... 這個委員... 大家要... 這樣說起來... 他很累耶... 沒辦法... 每天頭髮... 我... 想說... 不穿油耶... 我覺得他比較累... 因為有... 有... 他比較累... 因為他沒有... 對啊... 這是我一個觀察說... 其實習近平... 這個第三針... 他... 他打破鄧小平... 鄧小平的兩個... 他改革就是... 沒有... 他打破... 習近平的改革... 第二就是說... 習近平說... 不能夠... 一人專政... 要集體領導... 第二點就是說... 他現在所做的就是說... 要不能超過兩針... 所以... 現在習近平就... 這個制度都破壞掉了... 所以我看... 習近平是我看... 他比... 我看... 老實說... 習近平現在... 他就是要處理一下... 還要減運... 還要減運... 這兩個部分... 還要減運... 還要減運... 但是... 他要減什麼... 這個經濟就減不住了... 現在看起來是... 一半的亂... 有人說... 他這個... 收學程度... 他要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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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減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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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吧... 老師... 不可能啦... 基本上... 因為習近平的第三年紀... 大家都會去... 放大檢視是說... 他減運... 要做多久...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要... 我們要理性來看台... 怎麼理性看台... 每一個人的投資... 都有漏台那天... 不像什麼原因... 健康也好... 都有一天要落台... 落台就要面對... 這麼多人是誰... 剛才唐老師說過... 我也認同... 我們來...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看他的制度的運作... 還是說... 習近平的權力核心... 我們來看的是說... 未來... 總有一定要進入到... 後習近平時代... 你進入後... 因為過去... 我們有這個所謂... 隔代子弟領導... 可以去評估說... 中國... 未來的領導者是誰... 現在沒有... 沒有... 會怎麼... 劇本怎麼... 我們剛才有說過... 要突顯... 北戴會的重要性... 來... 因為領導者... 可能會變成... 退居第二線的權力地位... 但是他有實權... 但是表明是沒有... 還是退到第二線... 像鄧小平那時候... 這樣... 國家的這個... 領導者... 民意上的領導者... 會是誰... 會是誰... 這個... 我們想說... 過渡權力是誰... 就像我們在看... 改革開放出席的時候... 華國鋒的角色... 但他沒多久... 對... 華國鋒在這個... 過渡領導人的時候... 中共內部就會出現... 兩條路線之爭... 所以習近平所代表的是... 這條路線... 怎麼可以這樣說... 再來... 剛才老師有說過... 胡春華... 胡春華可能也是... 一條路線的問題... 但是問題說... 我們現在看到... 到底是... 對一條線... 是... 過期我們說的... 間派這條線... 還是團派這條線... 還是軍事這條線... 還是改革開放這條線... 還是國務院經濟發展這條線... 不同... 所以每一條都有一個... 他的利益... 為什麼... 這... 現在... 這派去... 判斷... 預估... 但是... 習近平得罪光了... 不是得罪光啦... 整... 清... 清洗得很乾淨... 清洗得... 沒有其他的聲音... 每一條線都清洗... 都清洗... 都清洗過... 所以表示說... 裡面的勢力... 還是說... 看到習近平退居第二線... 他會怎麼去... 進出未來的... 這個接班人的地位... 當然... 剛才說過... 蔡奇因為... 他是... 中央書記... 第一書記... 丁薛祥... 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這兩個... 當然我們可以說... 他是習近平最親近的人... 一個放在黨... 一個放在國家... 一個國務院... 所以... 這也符合過去... 中共全力運作的模式... 一個... 第一把手... 跟第二把手... 就是問題... 我們現在看的是... 如果... 如果說... 今天想像中的接班人... 到底是過多的... 還是真正是習近平的接班人... 習近平沒說... 我們現在也看不出來... 有時候沒說... 他一說... 就剛才唐老師說的... 一說就賣腳了嘛... 一說就賣腳了... 現在外面傳說... 身體...身體出問題... 就沒有了... 就現在說到... 如果是賣腳... 就賣掉了... 但是我們要做這個事情... 我們要... 一定要沙盆推延... 因為每次的... 你們投資... 都會留待那天... 所以... 現在中國... 又出現說... 你沒辦法去... 他就說... 對一個是... 這半年... 所以我們... 我們需要去沙盆推延... 如果沒有沙盆推延... 怎麼變化都不一樣... 名字... 名字是說... 名字是習近平下台... 跟一年之後... 習近平下台... 不一樣喔... 過去鄧小平... 掌握權力的背景... 環境背景... 國內外背景都不一樣... 現在變數太多了... 有什麼變數太多... 國內經濟... 社會問題太多... 國外又... 老師說過... 陳老師說過... 國外的這個... 抗中的格局... 對... 對整個... 整個... 整個... 全力的變數... 其實都...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但是他這個... 真不理正行之下... 我要請教到議長... 統議長... 這... 他如果是萬不理啦... 他說... 我不是要照顧他怎麼啦... 因為萬不理... 萬一... 萬一... 他如果是... 不管是... 人落台... 還是... 不自然的... 人為的落台... 對我們台灣... 我們要做什麼原因... 我們除了... 因為我們現在... 不算有交往... 也不清楚... 跟民主國家說... 民主黨跟國合黨... 我就拚兩度... 我就不知道要拚多一度... 這是... 這是... 這樣就很難說啦... 都沒有來往... 就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你就不知道... 他在變什麼樣子啊... 我們真的沒有來往嗎... 我說... 來往會贊助... 老師... 你都沒有去聽到說... 可能... 可能有啦... 可能有啦... 你看文教老師... 都在唱... 不管啦... 贊助真假啦... 可能有啦... 可能有什麼... 秘密的訪問啊... 要是用... 台面下的... 什麼... 我想說是有啦... 不過... 他的斬署是不夠... 不夠... 他好像傳話而已... 傳來... 傳來這邊... 那... 對他的... 專門... 他這個... 了解... 我是說... 是... 很... 很不夠的啦... 這是一個事情... 第二... 第二件... 就是說... 中共的接班人... 他... 本來有一個... 套路啦... 一個套路... 就是說... 你五十歲... 你要做兩次... 這個... 審級的領導... 有嘛... 五十五歲... 調來... 五十歲... 之後就調來... 中央... 來... 管理全國的事情... 這五十五歲... 之後呢... 做國家副主席... 兼軍委副主席... 你就... 你可以看... 那個國家主席... 跟軍委主席... 怎麼做... 看一天... 看五年... 看五年... 剛好... 剛好... 你六十歲... 接班... 本來是這樣... 現在... 習近平都說... 打破了... 現在就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之後呢... 現在... 就是說... 接班人危機... 現在... 接班人... 怎麼產生... 那... 很難說啊... 又是胡春華... 又是... 什麼人... 現在就... 必須要黨內... 達成... 達成一次... 怕是怕出現一個... 中... 如果是台灣之後... 出現一個... 中... 中國的情勢不瞄... 對我們台灣也是不理...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沒有... 現在要怎麼... 現在... 還要看美國的選舉... 美國的選舉... 什麼人出來... 這個問題是... 很複雜的... 他說... 我想...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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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沒有... 沒有... 暫時... 比較高的... 那是... 很危險... 這樣... 我們要... 優請我們四位... 過幾天... 繼續來講... 李聰君... 如果這樣看... 除了接班人的問題... 以外... 他的經濟問題... 還不是說... 這樣處理得... 很難以後... 有可能出現... 說... 像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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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社會... 其實這... 這個... 國際政治裡面... 不是跟中國啦... 你來... 衝突... 還是說... 國際這種... 環體跟世欄... 鼓勵... 中國... 這... 現在是一個... 破片的... 現象... 中國... 現在就是說... 中國... 會不會利用... 他現在... 這麼大的問題... 他沒辦法解決... 有他的... 方法... 斷移內部的... 矛盾... 還是他的... 反對... 就是... 對外的... 軍事謀協... 這是一種... 國際關係的... 內部矛盾轉移的... 一種... 理論... 這是有存在的... 因為最近... 不管那個... 博民的新設... 沸騰的... 富城河裡面... 要怎麼... 保護台灣的安全... 裡面也有說... 其實... 西方的地庫... 這個專家... 大家都... 最近都在煩惱這件事 就是說... 現在... 中國... 內部的問題... 這麼嚴重... 剛才說的... 經濟... 越來越難... 他現在... 問題就是... 他現在... 要不會... 拍到... 完全... 影響到... 習近平... 他的統帝... 這個時候呢... 他的軍勢力量... 對於... 不管他的軍事的... 這個... 那個... 這個... 來講他的... 他還有那個... 優勢的時候... 怕他... 出刀... 對 後面...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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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驗重... 所以他... 乾脆就是... 趁他現在... 沒有那些驗重... 的時候... 來出刀... 這也是... 美國... 所以人家說... 他世界上... 第一... 世界第一... 對... 他的造船 或是他現在的軍隊的數量 都已經超過美國 這也是為什麼 美國現在 跟第一的一個都連的國家 你看日本也叫進來 韓國也叫進來 包括菲律賓 包括澳洲 他也是對他 宏志說 習近平現在他的判斷是什麼 不可以過度太露觀 他認為說 如果處理軍事的衝突 不管是對菲律賓 還是對臺灣 都像普丁那樣 想說 那是兩星期 兩三天的事情 這樣叫做過度樂觀的時候 他就會過了這個決定 所以說這就是 現在你看日本 美國 法律國家 大家對中國的態度 尤其是對臺灣的安全 越來越穩定標台 越來越提升 中國不可以做這種軍事模範的 原因就是不需要習近平去做錯誤的判斷 從到那個普丁的判斷的錯誤 是 如果這樣說 文家老師 你們在國際關係裡面 怎麼看呢 說這種阿武的國家 這個阿武的這個政權的為之者 我們要怎麼交往 它就不需要交往 我們用大國的力量 要圍堵 這真的有法度嗎 尤其我們自己沒有這個主動管理的 我是這樣看 其實 這兩千 六千 說幾個月 真實在有 真好平 也要有見證 一個偉責力量 我們在共產黨 總管說的 說怎麼讓世界各國 美國日本這裡來 總是大海安全 不要讓習近平有做錯誤的判斷 因為他如果要打臺灣 可能也很難打 而且打可能會影響到 他繼續做荒地的民望 所以現在看著說 習近平其實希望 我也希望他能參與百歲 為什麼 因為他 他的健康越穩固 他越不會打臺灣 他不知道生在哪一天 要他接受 對 接受 我是在說為什麼 因為他萬不利 他的健康不穩 他可能會使臺灣出去 用臺灣的問題來化解 他內部的矛盾 這就是國際現實裡面所說的 他要用安全跟他的利益最大的 就是要怎麼做 叫做荒地 我現在保存一點 坦白說他要怎麼做 我現在常常看那個 像那個時代之後 他都用荒地做的 我剛剛還想到說 清條 清條他怎麼選擇上來做價值的方位 就是 放著金盤 他放在裡面 一個是放在新屋邊 現在一個是放在新屋邊 一個是放在前清宮 那種正大官民的變在後面 那就是他六十五年 他清條進來 孫智皇帝說的 為什麼放在那裡 因為那裡最安全 還有一個 因為那裡是正宮嘛 所以我想有可能 沒有上轍 可能 放在哪裡 放在新屋邊 所以就去看他什麼東西 第二就是 可能放在他的故宮裡面 政大官民的變在裡面 現在可能要做衛生民服務 可能要找衛生他會借在哪裡 所以這個看來就是說 我講一個 開始開一個玩笑 其實習近平現在看 他就是要做到四位置 他要做到四 要不然他不斷 他不斷不斷就是要繼續做 所以我感覺他當然他要認真簡單 還是拍檔比較簡單 當然他認真比較簡單 所以就好啊 做認真 意中 台灣 反正你不要買 不斷不斷 我是覺得說台海問題 所以你要扣放嗎 我當然要扣放 這想像媒體 當然要用這個力量 這叫善的力量 也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是希望兩岸之間能夠和平 但是和平的時候 我們要建立我們有真的實力 因為有真實力才有真和平 所以我們台灣已經要是 繼續要來供應 我們的國家能力跟方向的能力 靠我同堂跟阿公做一個part 但是你要在中國 很多海外中國人的面前 說很實際的吃飽 他可能會想起 這韓國老師 沒有啦 習近平現在七十一歲 七十一歲應該說 這二歲應該是 應該不算老 現在老人化的社會 應該七十一歲算 算清狀 這幾歲 是啊 說真的 我是覺得習近平 他還是說權力牢牢在握 對台灣的影響 當然有不同的方向 譬如說他權力掌握 他就可以做更多決策 但是以權力更掌握 他可能會把重心放在解決國內的問題 他對台就沒有太大壓力 現在最怕的就是說 他權力不是那麼的穩固 不是那麼穩固 如果假設我們剛才提到 如果他還是退居二線 或是說他的權力不穩固的狀態之下 一定會出現到說 他不管是習家軍內部內鬥內卷化的問題 後來條線在那裡 搭一搭去 或是說今天是兩條線 因為鄧小平的時候兩條線在握 兩條線一個要開放 一個要計畫 要回去計畫嘛 所以這兩條線在握的時候 鄧小平為了要握權 握有權力 1979年乘越戰爭 1979年乘越戰爭 所以我覺得說兩條線在握 那些握的時候 台灣可能要注意 因為這不是你四個就是我五個 如果很多現在鬥 有江派的 有團派的 有紅二代的等等 這些不同現在軍系的人 在那邊大概握去爭權的話 基本上他的變數就會很多 前置他的決策就會很多 譬如說美國勢力 外國勢力 內部各個地方的勢力 可能就會變成是一個變數 當然我們還是不希望說 因為內部的 中共內部權力影響到台灣的安全